老伴的生病 父母的去世 将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李大姐自己一个人身上 老伴去世后 李大姐也选择自己一个人抚养女儿 从他去世到现在也是16年了 这16年你没找吗 我16年一直在接受 这个条件当时的时候也有人给介绍 你用这个条件又带着那么点孩子 你去找人谁呀 还不如自己自食其力领着孩子踏踏实实的 有一块画一块 有十块画十块 好在女儿也长大了 生活也逐渐好了起来 这时李大姐也想着自己应该找个伴了 我喜欢这个比较阳刚一点的男人 喜欢是那种就是细心一点的 那都不要过于太细心 男人要是太细心的话 就觉得有点太那个那什么了 苦了大半辈子的李大姐 希望在晚年生活中得到疼爱与照顾 于是红娘决定带着李大姐来到农安 与性格随和会照顾人的杨大哥见一见 看看俩人能否聊到一起 除了这么早 那个就是 给你介绍一下这杨青龙 杨大哥 你好 李健熙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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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上楼吧 我这是一楼 慢点啊 这样 这屋这基本就是客厅了 我这杨艺可这屋住了 这屋是卧室 这个小卧室就是一张床 很简单的 我这都是 不相信这些大城市整个那么繁琐 真急 过日子 好 这人咱们瞅着还没接触得了 我这前面有个小姚 是不是 你看 有个小姚 还有朋友的有个温石在后边 反正帮着有时候平常这样的事呢 她忙起来 因为她家两口子干不来 有时候过去我就帮她干一把 早上起来溜到 到时候干个两三个小时就回来了 有共同的想法和那啥 那肯定是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也很费劲的 虽然她即便是很随着 你总出现种那啥 她肯定是她得有想法 这看来呀 杨大哥是真相忠 咱李大姐了 简单了解了兴趣爱好 杨大哥也想着更进一步的 再了解一下李大姐 当中内写 舐购 解决